- 社員晚安 - 大家晚安 - 冰策賢晚安 - 久待晚安 - 身體狀況如何呢 - 還是會流鼻涕 - 妮妮晚安 - 晚安 - 娜傻嗎?晚安 - 娜傻嗎?晚安 - 喔娜傻 - 冰策賢謝謝送我 - 這個怎麼唸呢? - 什麼什麼車 - 有看醫生?沒有 - 我都沒有去看 - 沒有空去看 - 晚上的 - 這個怎麼唸呢? - 膠麻嗎? - 其實我不會唸膠麻精 - 還不錯 - 我發現辣的 - 不是雞本身是 - 肌肉的 - 醬 - 對 - 多一下喔 - 啊我竟然沒有把它關好 - 床會一直流水 - 健康晚安 - 四條位啦 - 對 - 沙姆文安 - 欸瑞克文安 - 肌肉浪費了 - 最近這麼滿滿 - 沒有空去醫生 - 對啊 - 呵呵 - 等一下 - 等一下 - 擦一下 - 擦一下 - 這今天很滿嗎? - 嗯 - 很滿 - 啊 - 幸運晚安 - 我等一下結束後也要學 - 就是學一下舞蹈 - 對 - 嗯? - 我今天早上是學唱歌 - 克里斯晚安 - 宇南晚安 - 東西隔離的進度如何 - 呃 - 電腦的部分 - 我應該已經都 - 拆開了 - 應該是 - 因為有一個電腦 - 其實我不確定 - 我記得我之前 - 把它拿去過維修 - 然後把硬碟 - 裡面硬碟的東西 - 都拿出來 - 但是 - 我把那 - 我今天把那個 - 電腦 - 拆開 - 發現裡面 - 找不到硬碟 - 對 - 嘿嘿 - 今天還要再複習嗎? - 就還沒學好的舞蹈 - 真的好多東西要練 - 對呀 - 今天開兩個小時吧 - 應該是 - 這個光好亮喔 - 看一下 - 阿夜晚安 - 還是你們幫我看電腦 - 如果現在不停加班中 - 嘿嘿 - 幸運且晚安 - 可憐上晚安 - 不跑的業配好美 - 那個是7月的時候拍的 - 所以我的髮色跟現在不一樣齁 - 嘿嘿 - 雖然也有特效 - 我把 - 就是 - 頭髮用 - 稍微粉色一點 - 波的那個照片好看 - 謝謝 - 謝謝 - 柏翰晚安 - 柏翰晚安 - 柏翰晚安 - 等一下 - 等一下 - 我只能提供加油幫助 - 我不懂電腦 - 嘿嘿 - 沒事沒事 - 謝謝你 - 秋日好晚安 - 柏翰晚安 - 柏翰晚安 - 怎麼偷偷變辣妹 - 哈哈哈哈 - 欸那時候的髮色比較 - 比較沒那麼有氣質的顏色 - 呵呵 - 所以蠻適合穿那種 - 呃比較 - 辣一點的衣服 - 就對了 - 謝謝強哥的小號角 - 光 - 一個 - 晚安 - 夜點晚安 - 想問一下 - 欸陸卡路跑的活動會一起跑嗎 - 還是只有表演 - 應該是都沒有 - 我們只是宣傳 - 算是宣傳嗎 - 就是代言 - 而已 - 對 - 因為去年前年也有這種 - 這個活動 - 但是 - 好像沒有人去跑的樣子 - 摩翰晚安 - 跨界玩家好看嗎 - 還不錯 - 但是我 - 裡面 - 蠻多 - 那個車子的 - 引擎 - 引擎 - 發動的聲音 - 呃呃嘰 - 那個聲音 - 而且那個不是一般的車子嗎 - 是賽車 - 所以就是聲音比較 - 會 - 滿滿 - 那個聲音滿大的 - 所以 - 我其實沒那麼喜歡 - 車子的聲音 - 所以 所以就是看的時候就有點苦惱 但是劇情還不錯 不同的風格都可以 代演人 沒錯 我們去跑的話路可會在旁邊加油嗎 不知道 搞不好會 演出名單有公佈 什麼演出名單 Plus晚安 要一起跑我會關掉 我應該會去跑 喔真的喔 所以那時候路可是屬於哪個抱走者 謝謝色控兔的會員票 所以也不會去現場嗎 應該不會吧 之前都沒有 但今天我不知道 應該是不會 我本來以為是要穿那個裙子跑 我也以為是 讚好晚安 路跑演唱會有表演 謝謝強哥的帶你去台七一 謝謝 好酷喔 這什麼特效 路跑演唱會有表演 但目前應該就只有汪汪跟栗子 喔了解難怪他們兩個 就只有他們兩個拍照 就是跟我們不太一樣 福福媽晚安 只能打個招呼先走了 好吧 掰掰 四韓晚安 對這次沒有興趣的人會覺得很吵正常 我沒吃藥欸 我比較想要去 跑三利歐路跑 有這種東西 可是你對三利歐有興趣嗎 報名著要穿那個裙子 但是怎麼跑都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怎麼穿都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位晚安 主人晚安 路凱沒有看過三道猴子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 他們兩個轉到還有獨照 喔對啊 所以想怎麼會這樣 原來是因為有活動的關係 周邊可以拿 喔了解 笑笑晚安 我比較想要跑那種愛迪達啊 Nike的那種路跑 他們的東西都好貴 就想說 跑一跑好像順便拿 運動三瓶 好像也不錯 喔謝謝M先生的啾啾你喔 謝謝 永坑晚安 那種會送他們的用品 了解 南部的路跑沿路都有大魚大肉可以吃 感覺很棒 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播聲晚安 謝謝送我了 不錯想你 小姐晚安 我會去幫你加油的 路凱什麼時候要一起跑半滿 半滿我應該沒辦法 我最近真的很廢 我連十公里都不一定能跑 三公里也有點危險 路跑還好 我比較擅長跑路 但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吃但吃不下 再見 好奇是這麼好後面還跑得動嗎 應該沒辦法 我應該沒什麼實慮 有點好奇你們去地獄跨界玩家 是前天就去看還是晴天才發現的 不是都不是 可以跑 可以跑4K 坤坤晚安 但如果是要跑步就不適合吃 對 但如果要吃就很棒 有完南部有個路跑沿途一直有看板 叫你放棄也給很多吃了 下雨晚安 謝謝Gordon的什麼什麼車 有些人去報名去吃東西 誇家玩家18號就上 喔是18號喔 好的我去報名的路卡拜拜 不能料路跑 是要報名哪一個 是 是 粉 我還在考慮要不要去看 就 就看 我不會推薦啦 但也不會 覺得不好看 因為我 我怕我推薦之後 你們就覺得 就是 不是你們期待的那種 然後我怕 有人說 留家既然騙我之類的話 所以我不會特別推薦什麼東西 但是想看就可以去看 那個叫SOGAT 你有沒有想吃的 我幫你從南部帶 欸 喔 你又去南部 報名南部的就對了 我之前去南部 我吃什麼 大腸包小腸很好吃 跟台北的不太一樣 他的新遊戲很爛 一台車要客好幾碗 LUKA騙我為心甘情願 幸好你有時候朋友 本來約我去看 電影好不好看本來就很主觀 啊對啊 但其實我看完不會覺得 浪費時間啦 對 那還不錯 喔給你們看一個 喔好像不能 那個不能秀 沒事 呵呵 那殘寶小腸 本橋夜市有超好吃 喔真的嗎 我們還是好好看我們 得快疫苗的他 對我在 看別的電影的時候 預告片有出現我們 得快疫苗的他 欸不是 快疫苗的他 對 然後看就覺得 嗯好像滿有趣的 對 欸 好好奇 欸好像是日劇 對 不是好像 是日劇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好意早安 LUKA會看恐怖片 不會 消失的情人節日文版吧 欸等一下喔 所以消失的情人節是哪一國的 電影 是嗎 然後日本把它改編 是嗎 這是台灣的電影 然後日本翻牌 喔原來如此 難怪 走糾團去看 好像不錯 一千萬安 很難得欸 很少 很少東西就是台灣先拍 然後日本反牌這樣 其實相反也 沒有那麼多 但是 好像真的不多 怎麼說中文 我在講中文呢 還是有啦 我飛牛主演的那個 突然忘記片名 喔那看來真的蠻多的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吧 米酒晚安 聲聲晚安 謝謝妍妍的紅玫瑰 妍妍的名字多了 好多婷婷圈 油心花園不是也有日本版本 油心花園不是日本先嗎 是台灣先嗎 不是吧 到底叫什麼去了 大笨蛋那不 那些年 那些年 我們 我們 一起 吃的 早餐 喔不對 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甜甜圈 塞好塞滿 很棒 那些年 我追的劉佳 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 了解 我有聽過這個電影 早餐是最近的 一起吃的早餐 那些年我們一起吃的女孩 這是陳妍希說 我就是笨蛋才會喜歡你的那個 不知道 我以為我沒看過 但是我有聽過那些年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像是柯正東說的嗎 還是拍一部 我們一起吃的燒肉 Sorry 完全記錯 柯正東很適合演 這種少年感角色 柯正東是那個 台灣的政治人 感覺不錯耶 路卡主演嗎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你要請BT嗎 先不用 還是演員吧 喔是喔 可是正東 我一直以為是 台灣的政治人 對 我真的不太懂台灣的演藝圈 嘿嘿嘿 對 我現在台灣的市長 我也不知道耶 是不是換人了 最近 露卡要演女主角 我要演那個好閨蜜 柯文哲是她爸爸 換一陣子了 市長換人了 不要再讓露卡 換很久了 真的喔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了 現在台北跟新北 是誰 他把文膚線的周圍把掉了很多狠氣 市長誰 我不知道誰 沒關係 我也不知道 台北 江萬安 你好沒聽過 新北呢 欸對我今天穿三週年的衣服 因為我太久沒穿這件 然後我有點 在想我要不要丟這件 好有意 喔 好有意 有聽過喔 之前我在開播的時候 好像有人提這個他的名字 可以丟了 當睡衣 我們家有很多 就是已經不穿的T恤 然後就變成睡衣的衣服 這件怎麼感覺鬆鬆呢 這件感覺很大 可以當母布 這是L嗎 我看一下喔 要怎麼看呢 喔 看不到 黃捷有聽過嗎 黃色捷運 也拿來插東西 少打了給PON講單睡衣 這件很長嗎 嗯 蠻長的 給你們看 就 就這樣 一個議員嗎 他好像有去看你們公演 你有去 他有去畢業公演 喔 是黃秘書嗎 你們 你們在講 可是不是 是這個捷嗎 是捷運的 不是捷運的捷吧 是零捷的捷 對吧 他們穿L就看見很大件 黃捷是 醫院他有去看他們公演 黃捷是政治人員 高雄的醫院 不是我們秘書的 到底 等一下喔 那他為什麼來看我們公演 兩個黃捷都有去看公演 一個是黃秘書 一個是高雄醫院 高雄醫院幹嘛來看我們的公演 他是我們的粉絲嗎 還是 還是主管邀請他 你不用一定要知道的是誰 有公關票吧 不知道可能他偷偷推你 我們也不知道 我以為你們在說黃秘書的事情 結果其實不是 高雄真的有叫黃捷的議員 然後他的捷是真的是捷運的捷就對了 是嗎 他做的再比30更3的VIP 那我要去選醫院 下次如果可以去高雄玩 我們也很好奇 他一直有關注TV的樣子 真假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可是 來去高雄來去高雄Let go 這是什麼高雄之歌嗎 女生喔 而且是正妹 真的假 想要一晚安 他幹嘛來看我們 我的光演 他可能對偶像文化有興趣 捷運指的要高雄了嗎 捷運指導 不知道誰可以 你可以才來去高雄 好啊 他拿的是VIP 欸他 看起來很年輕欸 我以為聽到意願就是 會想到就是 演技比較大的那種 欸他 他真的很年輕欸 跟我們差不多的 吧 喔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他之前還跟賴評語 拍Speed Family的Gospe 了解 他是新生代的醫院 台灣23歲就可以選醫院 Luca可以去選了 我要去選 恩 恩 恩 他好像是骨產 是酸子腿 了解 我記得他很喜歡玩Cospery 了解 現在的醫院都這麼好看嗎 呵呵呵 還是 還是投票的人都投 投漂亮的女生 呵呵呵 環傑跟Luca好像只是33歲 嗯 沒錯 對 我現在發現 並沒有像是 租歌票 呵呵 沒有搞不好就是 有一些男生就覺得 就根本沒看什麼政治 就覺得 他好好看喔 我就投給他 呵呵呵 不答應了 因為我也沒有投過票 對 我沒有 我沒辦法去投 看真妹就投了 對 我們之前 什麼模範生 什麼校內模範生嗎 也好像也都是這樣啊 呵呵呵 都是這樣啊 呵呵呵 就是看 我們 班上 一開始先推薦一個人 然後到時候 看誰會這樣選 呵呵 Luca要去選最正理長 不要 如果每個都說自己會做的事 好像就只能看外表 了解 好像也對 要不晚安 我是那總副欠的人嗎 啊我們這選序就只有老人 那 Luca去選醫院我一定投 那Luca參選就一定會上 Derek晚安 因為我最近不是有 我去看那個 Netflix的 連續劇嗎 我們離婚吧那個 那個也是跟參選有關 對 看了就覺得 喔 嗯 就是 對 沒事 對 謝謝各位晚安 我可以投給這杯Luca一票嗎 對啊 最近我們也不是有什麼 投票嗎 有嗎 呵呵 謝謝楊晚安 我想投Luca 謝謝翔玉的 到底這個怎麼唸 什麼交車 呵呵 感覺政治圈很爛 對 沒錯 有 有 不是每個都很爛 感覺就是有些 地方 有點爛 對 呵呵 有充電 有充電 喔 塑膠喔 喔 真的就是塑膠 呵呵 謝謝送我塑膠車 謝謝 今天好開心喔 對 雖然我前面發生 呃 今天早上發生了 讓我 不太開心的事情 對 也不是讓我 我 讓我知道 對 翔玉今天知道 翔玉派 欸 翔玉派 什麼 翔玉派 看到你我也很開心 每次看台灣新聞 都是利用在大家 對 怎麼了 也不能講啦 我當然沒有講 賣差老的 欸 是新的嗎 我怎麼沒有印象 還是我最近都吃夏季 那個優惠的 所以我根本沒在看 沒關係 我煩你生氣 謝謝 給你們安心 謝謝送我相遇 對 嗯 最近有抽過35元 小雞晚安 相遇派 好吃嗎 有人有吃過嗎 之前巧克力 賣單老出的巧克力派 我一直都很想吃 但是我每次去都是賣完 都沒吃到 對 酷 小雞晚安 龍蝦寶 這個就沒興趣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嗎 去吃個甜點心情就會好一點 祝你愛晚安 龍蝦寶感覺很厲害 可是好貴 龍蝦的蝦是那種 把小小的蝦子 之後就是 一起炸的那種 還是就是一條一條的那種 賣單老幾隻蘋果牌 現在賣 香港賣單單在推Kidcard 我們是一個月前Kidcard 龍蝦寶限量 龍蝦寶只要385 不是只要 對不起 385元太貴了 哇 不是啊 龍蝦是那個嗎 這麼大的 是那個蝦嗎 對我最近才開 才學到了蝦的 蝦有哪一些什麼蝦米 蝦米是那個 我們的櫻蝦 陰蝦 陰蝦 陰蝦蝦的那種是蝦米 然後 對我記得龍蝦是那種 你知道嗎 Lobster那種 不是小龍蝦 等一下喔 小龍蝦跟龍蝦有差嗎 是大龍蝦 小龍蝦賣350 我以為 還以為是蝦米 對我以為也是 因為賣單上賣的東西 都幾乎都是蝦米什麼的 結果 聽起來不是 雜尼咖尼不能吃 雜尼咖尼是那個 河邊 河邊游泳的 而且聽說很多寄生蟲 麻辣小龍蝦好貴 你今天很活躍 心情好像不錯 對吧 看起來很不錯吧 看起來很不錯吧 比手比粗的龍蝦 我剛剛用Google查龍蝦 就會出現了一個 阿嬤拿超級大的 兩隻龍蝦的照片 露卡媽會買福島的東西嗎 為什麼不會 如何用聲音來形容大小 小龍蝦是淡水 你瞎淚了 你可以查查看小龍蝦 本田日美前輩畢業發表 他沒有畢業嗎 等一下喔 等一下 不是 他一直都沒有畢業 他回來之後 等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哇 那他之後要怎麼辦 不是 之後要 他之後怎麼 怎麼做 真的耶 一分鐘前 三分鐘前 哇 Oh my god 他 我猜他Solo也應該 完全沒什麼問題了 會不會去韓國啊 跟那個 小櫻花一樣 好多人畢業 對啊 好刺激喔 不是好刺激 也不是沒有可能 只是覺得好可惜 要去韓國發展嗎 發佈在哪裡 我是看到 我是在 X上看到的 8月30號 11月4號 喔 他在Youtube的 Youtube直播的樣子 對 Youtube直播獎 不過目前被畢業的話我大概也沒了 看到了謝謝 我記得他說他想要去韓國發展 還不習慣新名字 對啊最近 我們 我們的人也畢業 然後他們也 本團的人也畢業 雖然我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本團那邊的環境跟我們 差多少 但一定比我們好很多吧 嗯應該是 開畢業其實也不意外 其實對 其實不意外 總覺得好難過 對啊 VRX X JAPAN X JAPAN是 日本團體 但到了一個階段 可能人生就要開始要走新的路吧 嗯 你們是有點殘 可是本家的畢業是不是都是可以想畢業的時候畢業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一個畢業啊 不像我們 一個月 有一支很多人畢業的那種 還好現在LUKA可以模仿龍蝦的聲音給我們聽 龍蝦的聲音是什麼 耶 沒事沒事 只是口水嗆到而已 PITO的拍力都演起了酷酷 對 因為我連拍都沒拍 大家都是吧 人生要開始走新的路 嗯 早安少女子我當然知道啊 怎麼可能不知道 也要先跟影韻談過吧 不過好像會尊重成員的畢業 而且感覺不是解約 他們都會一個一個準備他們 訂做的 衣服的樣子 原來還沒拍孝子 對啊 口水你很嗆 你剛剛模仿的聲音是之前挖到那個的模型 之前挖到的那個模型 是什麼 下雨了啦啦啦啦 啊真的嗎 龍蝦的聲音我只想到小Merry裡 的那支 他們那邊的月我不知道 短假是因為工業們很多 所以他們都是幾乎單獨地宣佈 了解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 雖然宣佈的是一個一個 可是他們進來的時間不是都差不多嗎 那我相信他們合約結束的時間都差不多 可是他們都 不是每個人都是 但是 感覺都不是蠻 蠻那個 蠻幾年就畢業的那種 超人力敗 哦 哦 哦 了解 這懂耶 我最近才知道他的名字 櫻桃罵晚安 那每次工業每次都會害怕 本家比較少集體畢業 還是本家比較尊重個人選擇 搞不好是喔 嗯 嗯 謝謝少文手禮 小組也多吧 整團聚在一起是件事 他們的約好像都不一定 嗯 該講 只有姊妹團是大家都欠一樣的時間 嗯 因為要是有別的想法 硬留在團裡其實也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對 要看幾期的 這幾個月 都幾乎每次公園都有人宣布 嗯 嗯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現在 嗯 嗯 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樣 而且成員的事務所也不是 喔對齁 對齁好像是 謝謝姆姆先生的 啾啾你 還好我還有路卡還在 我應該 還在吧 因為我好像都普通職業的都有的心態環境都很不一樣 沒錯 路卡在哪 我在哪 因為AKB的全生時期已經過了 嘿嘿嘿 嗯 嗯 的當初 的確實 當初有神器的那時候 應該是 算是全生時期嗎 但是我 嗯 說其實 早安少女組那時候也是 全生的 欸 就是成員 那時候最紅很紅的成員 離團之後 還是可以 撐得住啦 對 就 就看 就看成員跟影韻就對了 之前有說過本家的區是一年一年 喔有幾 每次我覺得團體都會這樣 對啦 現在 現在很紅的團體 過了幾年之後 變成怎麼樣就不好說了嗎 對 時間過真快難 全生時期 全盛時期嗎 白金時期 對對對 也會有什麼白金時期啊 什麼的 上東大那時候 現在是半生 半勝時期 現在早安整體來說 還好比AKB好多 本家最 全 勝時期 是光AKB 就有180成員 好多喔 不過哪一天也有可能AKB 所以又突然爆紅也說不定 一切都不好說 對啊 沒錯 這是真的 我求不 我不求爆紅 我只求一夜之父 什麼意思 我求不 求不 求不 嗯 哎呀 嗯 等現在 就本團 就是虛將畢業嘛 那搞不好 那搞不好 搞不好下 下一次 不是下一次 下一屆 下一屆 Center 搞不好是18 7 7 7 9 就是 AKB現在只剩50多名 其實還是有點 還是很多啦 不過音樂也有不少問題 我不會跳啊 我不會跳球服 之前伯父前輩也有點出問題 但大人太守舊 剛剛本田前 前面已經很多人講了 對 就是大概 公佈了之後 三分鐘前 有人就 在這邊說 然後大家都已經嚇到 然後我們已經 他差不多講了 可能他畢業後做了什麼 然後現在TP的 AKB的全 全 剩17 什麼都已經 差不多講完了 對 就像TP的班辣也會是 四騎空降一樣嗎 我覺得是不會 嗯 給伯目前back個機會吧 Luca有關注 本家17 18騎生嗎 其實也沒有 也沒不算有關注 講了大概20分鐘了 喔對啊 然後在這個之前 還是蝦子的話題 神奇畢業後 對偶像還好了 要準備又回到龍蝦漢堡 對啊怎麼會變成 喔不對不對沒事沒事沒事 本家成員已經幾乎亂不等了 你學龍蝦的時候發 這麼奇怪的聲音 也不知道 十六騎都待了六年了 好久喔六年 哇 哇 但是他們都很 就是從小就 呆的那種 對不對 我已經沒關注本家很多人了 關注Luca就來不及了 我連TV四騎都不熟了 本家新人跟男人 他們很多都是年紀很小就進去 十六騎那麼久了 嗯 看真的很久 但十六騎目前最紅的是誰啊 感覺就是 嗯 十六騎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是不是邱炎康老師 不是每個人都給機會的那種 喔 這其實是十六騎 喔了解 誰 誰能想到我田口大大現在會這麼 誰 他還在團裡嗎 了解 原來Zuki就是十六騎 是不是有一個十六騎跑去拍特寫片 現在邱沒在管了吧 嗯 我也這麼覺得 現在已經不是邱炎康老師在管你 是不是其實一直都 我不知道欸 有可能喔 他可能就是交給 別的人 可能就是衣服 不是衣服等一下 應該是只有歌單的部分他負責 對啊 什麼樣的印象 欸 他現在還有寫歌嗎 應該有吧 不然他最新單曲是誰寫的 關鞋詞就很滿了 還是你們覺得那是 雖然名字上掛他 但是別人寫的這樣嗎 不知道 反正我確定現在四十八系的意思 一定是公田柳上的沒事 什麼意思 不要不要講到這樣 然後說沒事 我還真的不知道最新單曲是誰寫的 現在邱炎康老師是跟天樂老師的存在 邱炎康團體 爆了一下但是會是陸卡嗎 後久待 不知道啊 九十九八不可能 對 如果我是影韻 我應該不會選我 對 但是 我們有沒有下 我們有 現在有沒有下單都 不知道了 十一月的教練都 就都賣成這樣 什麼 單曲突然 不賣啊 然後突然變成屍體什麼的 就是 當初真的有點 連我們都覺得 嗯 怎麼會這樣 那種感覺吧 對啊 就有 沒怎麼宣傳 對啊 我也覺得有點可惜 明明明是一首很好的歌單 嗯 有錢不賺 我們一直都沒下單吧 賣得很好的說出貨太少 對 其實 很多人想買 但是 就出貨真的太少 連數位都可以覺得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是 不想賣嗎 還是 好了算了我也不知道 對 你還有錢吃飯嗎 我一直都沒什麼錢可以吃飯啊 雖然這樣講就有點難聽 但是 我還是需要我媽的 我 我媽的 資源 我才可以活下來 不然我真的 連房 可能連房租都沒辦法 嗯 就 好可怕啊 對 很多成員都這樣 沒錯 可是他們還好 他們都是學生 就是比較沒什麼經濟壓力 對 這樣感覺是不太 一直 我們一直都不太妙啊 然後 欸不是一直都 對不起 不能說我們 不能說我們 因為我相信 我不知道欸 好啦就不要這樣講好了 嗯 我是 我是 一直都不太妙 吃飯在橋前我心裡 不妙很久 對 雖然跟研究生的時候比起來就 真的好很多 對啊 但是 就 該怎麼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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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圈輪流請客 但有可能還是沒有到很寬 對啊 就是你們可能聽了就 所以 就這樣 可能會這樣的表情 我去送菸種菜給你吧 難怪成員聽到順哥會那麼開心 一定的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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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什麼都沒有好 對 但是還是沒有很多 我大家先去騎士 好喔 我可以騎一次甜點 我還是有一點點錢 真的很棒 現在比我年輕的人搞不好 真的 比我年輕的幾乎多了 比我有錢 最起碼也能讓你們可以穩定生活 如果這幾天有吃什麼好吃的甜點呢 這幾天吧 有吃冰 那種很像很像可麗餅的冰 追求夢想一邊又有限時壓力 對啊 而且我們沒什麼自由 請客還是可以的 把燈嫩缸口麵電鍵 如果要吃小龍蝦還是大龍蝦還是小蝦米 當然是大龍蝦 每次有一家檸檬塔最好吃 要發幾次火箭你才有飯吃 很像可麗餅的耶 我真的覺得當我像全抗愛 對啊 真的 那如果有一天突然沒那個愛了 可能就 但是想離開也沒辦法離開 這種情況是 真的讓我 們最痛苦的時刻 用愛發電 小龍蝦我覺得不好吃 真的嗎 不愛了也是一種愛 好像也可以這麼說 像就是用愛發電了 喔不是不是像 我像就是用愛發電 狂錢還是四十發細潤特別多 謝謝小玉帶我去台七一 謝謝 那我相信大家一開始一定都會有愛 不知道是四十發細的愛 還是對TP的愛 還是對演藝圈的愛 不知道欸 就 看你能不能接受就對了 但不是四十發細的有些更慘 所以我們講要點電費怎麼了 一開始竟然都充滿熱 真的 真跟 抱負 對 雖然這個跟愛沒有 有點沒有關係 但是 對 確實 一開始大家都是有這種 但是過了之後發現 只可以知道 有些事情 我可以還是繼續追夢 有些事情 一定要好好放棄 這樣 就是慢慢的知道 我剛剛進公司也是充滿熱情 任何工作都一樣吧 對 但現在我已經快變成 行使走囉 知道耶 如果啦 如果啦 如果我們 不會有什麼合約 想留的 想留就可以有 想走就可以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不知道 幾個人會選擇 繼續留 一定會有人 留啦 對啊 但就 知道不好說了 我一開始對工作 就沒什麼熱情 體驗一下我現在生活 沒有我剛剛到職 第一天就想著不想上班 沒熱情的狀態 我只會跑偶像活動有熱情 我覺得上班這幾年 學到最多就是生氣 那可能培訓你們 要自己付錢 謝謝陸客送我 調皮鬼 那確實也是 培訓我們付錢嗎 應該是 不用吧 反約的原因是 怕你培訓完就逃跑 那不是韓國嗎 韓國好像真的是這樣 對 韓國的話就是 有些人就在那邊培訓 然後培訓完就走走掉 然後跟別的 比較好一點的經濟公司約 然後就直接出到這樣 對 台灣應該不太會這樣 會用訓練費名義 從之後薪水後嗎 那應該是韓國 台灣的應該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 我們不算是練習生 對 TSH48年 喔真的喔 我不知道耶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我們的合約跟一起生 有沒有一模一樣 這個我連我都不知道 對 沒開完像我之 所以那麼佛系 就是上班貝奧科 我練出來 所以提早離開都要付 培訓費跟違約金 也緊 但我不知道他們有些人 有沒有真的付 時間倒是一樣五年 嗯 佩提晚安 沒付就會被告 不知道耶 但我不知道現在 有些人 我們也不是有些人 解約嗎 嗯 就 可是他們 如果提早 離開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像那樣一起生 就是 好好的跟你們說 再見 然後也可能就沒有 福利 不是福利 可能就沒有 沒辦法穿好漂亮的禮服啊 也沒辦法跟 該怎麼講 話題變沉重 我剛剛一開始很開心 怎麼突然沉重 喔對啊 沒有話題的問題 也沒有IG 對 但我不知道耶 就 好可愛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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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直接消瘦我可能 還不會那麼難過 還好嗎 上廁所回來突然看到你很難過 也沒有很難過 只是 最近在思考有一些事情 讓我們再回去快樂的話題吧 好 現實 對啊 就 不知道欸 反正怎麼像是我都會走心 對啦 沒事 你思考我們也陪你 你可以零事業補助 沒有 不可能會有這種東西 大人的煩惱 身為小孩對我很難理解 沒完就想說 不懂 那對你們來說 解約的印象是什麼樣 都是 都跟畢業一樣嗎 都能離開 就是都是離開這個團 還是 我覺得應該就是方向不同吧 被畢業不一樣 對你們來說差很多嗎 只有一封手寫信 喔 對 那如果在我不知道什麼的情況下 我會很難過 被動跟主動的差別 那個感覺不一樣 還是希望能好好體面離開 差很多 不一樣吧 畢業是名正元 順風光的 但解約就是感覺被辦 如果是承認自己想解約我比較能理解 差超多 一開始還看不懂畢業跟解約差在哪裡 很像被退學的感覺 那如果退學之後 那如果退學之後 過得比我們現在 比我們現在 的我們還要好 就是可以賺錢 不覺得有點不公平嗎 你們覺得 就是感覺就是乖乖待在這裡的人 有點傻傻的感覺 不知道欸 關話怎麼可能是自行想解約 解約只是一個過程 只要好好的說再見就好 拖腿 真的是很難選擇哪個方向比較好 但也不知道他離開後的狀況是如何 沒有沒那麼簡單也不好說 這表示他的決心做出選擇 不過他的粉絲感覺會有點可憐 觀感不佳 如果 不過如果他本人不在意也不會怎樣 有可能在團內比較好 也可能出去了更好 這邊就是給你累積自己的個人能力跟粉絲的 對 一般不會單方面提出解約 解約是要付個約金除非有9分 要看他的粉絲是喜歡他偶像身分還是他本人 我受試念四年也是果斷退學 如果單初沒有決定退學 現在可能不會過這麼好 嗯對 沒錯 就是不知道欸 但前提是要考慮清楚 我不覺得是跳板啦 但是就是不知道欸 對 好那 對 像路克這樣的狀況好了 有些人 讀大學好了 你讀大一之後發現 這個戲對你來說 沒有那麼好 不會幫助到你 然後有些人離開 什麼違約金什麼都沒 因為大學不可能違約金 就有些人可以離開 有些人不能轉 有些人不能轉系 有些人就是 一定要四年 待在那邊 就算很想轉系都沒辦法 的感覺 嗯 嗯 如果這樣 嗯就是 不知道欸 蠻強喔 嗯 回來了 雨真的很大 辛苦了 路卡當初 竟然就是想做偶像嗎 沒錯 對 你心情還是要開難一點 畢業跟被解約 離開後的發展也很難講 好 我覺得拿到那個畢業證書 是最重要的 我朋友念軍校離開真的付了 五十萬違約金 了解 那如果 不用付 就別人不用付 然後 自己可能 但是 你可能要付 這樣 我不知道欸 我自己是如果真的不喜歡 就會離開 對 嗯 這問題我一律先考慮 班上留下來的 妹 夠不夠吃 如果不走 演藝圈其實離開也還好 但走 演藝圈中途離開 民生不太好 說的也是 對 沒有啦 就最近覺得 這個世界 不是很公平就對了 對啊 雖然會懷疑未來的路 但我覺得 要是連我的 我賭的都 不快樂 嗯 那再賭下去 難過的也是我 對 這是街一直不是很公平 那 越想越難過 就 不知道怎麼 嗯 看看上位子的那些 炒法的錢 都被他們賺走 我都沒升值 對我來說 只要我有想好 下一步 就會主動的去處理 而且 對阿像路卡那麼正老天 不公平 而且這樣我想的負擔很重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目前啦 等等 我先跟你們說 我目前沒有要走 不是因為考慮解約 所以才講這種話 但是 我當然這四年 不是只有 不是有 完全沒有想過 好想離開這個團體 就對了 但 就是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反正 我 我就是 合約 就是 就有合約嘛 就 就是想離開都不能離開 對 整整整 就很 算是無奈吧 但 但這不是現在 對對對 畢竟大力真的不好 但幸好你還在這裡 我才能夠看到你 但一針不是說 她現在在考慮人生 嗯 應該不是只有一針 我跟她其實 一直都在考慮人生 考慮人生 對 自從 被分組之後 就覺得 就覺得人生好累 對 嘿嘿嘿嘿 嗯 一姐也沒讓你沒賺錢 我其實現在看到路卡有人勾勾 反而有點替路卡擔心 什麼意思 人生好累幸福好遠 被分組做沒動 也不是沒動力啦 也 還是有你們啦 對啊 但是 不知道欸 因為最近真的改變的事情 太多了 未來也不一定會變好 也有可能我未來可能粉絲都走掉了 然後 也對這團沒有愛 然後 可能 可能跟我好的朋友 也都 不在我身邊 這樣就好可 一想就覺得好可怕 你的不安感太重了 我不會走 可是除了粉絲之外 還有很多現實面 對 我之前被調單位 我也很不想上 有 對對對 有一種那種感覺 就是 嗯 當初來 當初一針 還在我身邊的時候 就是 就算 就算 工作環境 或是在粉絲上 遇到 不好的事情 或是讓我覺得 好痛苦的時候 然後 都沒有想太多 就覺得 好吧 再撐下去就好之類的 嗯 就是現在 因為真的太多 不好的事情 一次發生 一次發生 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就 越來越擔心 就對了 身邊的朋友真的很重要 因為IG有藍勾勾很難改掉ID 是改不了 嗯 對聽說改不了 的樣子 對 對 我當初 深情藍勾勾是因為 這樣我跟其他演藝圈的人 就是我跟他 我追蹤他的時候 他就比較容易看到我 這樣 就比較 可以 但是 好好的 好關係 那種 有點 有點難 難講 對啊 但是一年後搞不好也 搞不好就比較容易改名 我們都會陪你 連粉絲都很不愛 你們一定更 對啊 我也覺得 我相信 我的粉絲一定會更 就是不知道最近 怎麼會這樣 但平常怎麼可以改 其實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有認識的人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ig其實 每個人的 聽說頁面都不太一樣 看到你這樣我也好難過 對啊 我目前沒有改的人都是 都是沒有改成功 他們不是不想改 是想改 但是改不了 有專業的人在處理 有可能 我記得可以去深情感 最近完全不是在幹嘛 有點懷疑我花錢 在做什麼的感覺 只能是適應環境的變化 對 然後就我聽到 剛剛提到黃藝院 好像會幫忙去搶 喔 小弟已經開被用帳號 那就只能開新帳號了 可是想說粉絲 我的話一萬五的粉絲 直接不見了 會覺得好可怕 最近環境真的太動 對啊 就 我 昨天 去公司的時候 就是 就是 看不到很多 手面孔的姐姐 就 好 覺得好難過 對 因為真的 有些姐姐 走的有點 太臨時 對 很不習慣 就好難過 對 換一個環境 對啊 很大耶 希望 可以 會 變回來 我以前很愛的那種 那時候的TP 但 不知道 希望是可以 對 因為現在一起生災 都很多人離開 所以 就 很多不安 畢業後再開新的帳號 最終人數都沒破 可是真的要謝謝你還在你的存在 也減換了我的不安感 謝謝 放下你是厲害的人 重新一彎 我只是看你要不要而已 人都走 看起來就像不同公司 對 沒錯 沒錯 對 我現在就是 有這種感覺 就 路卡之後去開唱跟YT粉絲 一定會這樣很快 一直能向前看 對啦 我也 但是我也 我也不想 就是我離開之後 我就覺得 啊為什麼 那珍貴的 二十三 二十三歲到 可能畢業的那 那歲 那幾歲 假如我二十九畢業好 那二十三到二十九歲 都沒有好好努力這樣 我怕就是畢業後會這樣講 這樣想 我剛開始被換單位也跟你一樣 那你現在習慣了嗎 還是 還是有點 厭世 想換 單位 的那種 感覺 好像沒有帶什麼東西走的感覺 對 我不想這樣 對 感覺下一次公演會超級不習慣 因為連我們都有點不習慣 對 我們上一次練習就是發現 很多問題 就 因為人真的不夠嘛 對 我現在超級習慣但很厭世 明白 明年你交的事發得很快 真的很快 因為我覺得不去習慣會讓自己更痛苦 明白 那你有想過要不要離開 然後找讓你更 讓你不會厭世的環境嗎 還是 跑不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人生經歷 你受不定之後可以變成幕後 嗯 好像也對 這樣偶像也是你的履歷 有 我有想過要離開 嗯 嗯 但是我已經努力那麼久 對 也有這個感覺 想說我都 我都待這裡四年多了 現在離開好像有點 浪費時間的感覺 浪費這四年的感覺 所以不太想離開 但是這個環境讓我很厭世 但是這個 呃 那因為遺症也不在 然後很多疫情生也畢業 然後我就 怎樣 對就真的想太多 嗯 離開有好有壞 對 我真的就是 這樣一直換一直換 每次都感覺越換越好 很好欸 嘿嘿嘿嘿 我想要看最後的成果 不然一切都浪費 我是有 哦 了解這個壓力 不然超想走 我覺得 如果你有不同的夢想 我也會支持你 你繼續在團內 我也一定會支持你 謝謝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快樂 我上週六考的證照 剛剛查到通過了 啪啪啪啪 展身展身 恭喜Echo 因為一旦離開要面對的也不少 沒錯 組別不同很少交流 對啊 嘿嘿嘿 真的 真的 沒關係還有安安 來任其身 像我的工作動力就是你 哦那我不能離開了 更不能離 搭乘自己的目標就不留戀 果誕追求其他想做的事 你還有面面 你們要一個一個講現在留下來的成語嗎 不行我只想要移著 總之你需要留下來或是我跟你走 想太多也不是壞事 但最後還是要決定一個方向 勇敢去做 這樣大家都不會 想工作 你還有我 嘿嘿嘿嘿 Echo請看提名圈 謝謝Echo 謝謝大家 雖然我剛剛講的都是感覺 我覺得 看起來聽起來我很想離開 但我不是說我想要離開 我最近有一點很不安就對了 對 對 我想要繼續留下來的心 什麼 也還是有 對 我還愛著你的粉絲呢 我也想要移政 雖然我很久沒有去看公演 成人都會不安 如果一針畢業了我可能會 更厭世 希望不會 連粉絲都不安了 然後不要說成員 但一定也會有新的火花 希望有 現在正是要穩定大家心的時候 大家都不安 好奇你們公司現在都是蔡英文 公司可以夾心嗎 講出來壓力 是飯咖 總比悶在心裡好 真的 謝謝你們 好 危機就是斬機 沒錯 油暗花明又一層 一針應該算是虛樂園 是嗎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好了我們路可要開始大紅大隻了 耶 大家都讓開 教你一個成語 你說花... 流暗花明嗎 路可要開始管調皮的試騎生 是我要管嗎 是我要管嗎 我很想被管 對啊 我去喝個水 走一下喔 記得提琴行是騎生注意態度 好 沒問題的 但有些試騎生 有些試騎生真的蠻乖的 看 看 平繃緊一點 拿出前輩的唯一 升級生不是最快擅長 是嗎 是嗎 我想一下 但是好像是耶 他們的練習時間好像沒有 如果不包含 我們 偵選那時候的話 他們公演的東西 學得好像蠻 短的 知道耶 一雲不在你就負責 不要 我可是上過音樂劇人 你們都還太前 不會 我不會這樣 事情蠻多 都擅長過的 以前不需要人夠多 看來有點實力 眼前錯都還沒跳 就直接正式表演 其實很好 對他們來說這樣很好 雖然可能覺得很累 少了一點養成感 大爺 多了很多有實力的 有人出登場就是 繩索有夠強 我也覺得 如果還考驗士奇的繩索 喔 對 忘記放開 士奇蠻有實力的 把舊舞蹈來說是有 這次上場的都 你們覺得呢 像是跳 我 我覺得 不錯 露卡的考驗 還好他通過 大老師說我不喜歡太老 抱歉就是說太極戰力了 可以理解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呃不需要 不太需要我們的支持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都蠻中規中矩的 但你們看得懂 他們舞蹈好不好看嗎 我多把握機會看別人沒看到 因為聽說 沒學過舞蹈的人 都是看不懂 好不好看 有些人不喜歡KB風格 可能太極 有些人可能會真的很緊張 對 就 嗯 睡急聲有 現在有八個人嘛 對 就 就看看 他們 我也蠻期待 他們就是過了 跟我們比較熟了之後 會變成 怎麼樣 對 對 表情那些應該慢慢會習慣 表情很少人一開始就會了啦 對啦 整體性沒有貝拉丁的感覺 這樣就算不錯 我相信 因為這次排舞的 排誰決定的也是老師 老師可能也想很久 對呀 我覺得KB風格舞蹈好 不一定能跳好 對 這是確實 但是我們前兩年 都是被要求跳好 嗯 所以讓我們就覺得 心很累 但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不是跳好 是 能不能給 帶給你們 一些正能量什麼的 比較重要 對 但是不能跳錯啦 對 不能跳錯 但是 應該說可以不用跳得非常好 但是不能跳錯 對 很吃那個氣味 是其實就要看前輩魔鬼訓練 我覺得看力道看跳得有沒有軟軟 Luka一開始表情就好棒 喔真的嗎 謝謝 聽說他們原本就有舞蹈地址 嗯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每個人都很會 但是就 其實我們也是 我們二期生也不是 每個人都是很 會舞蹈的也有 四期生 喔對沒錯 但他們自己錄Cover的時候 蠻有自信 體質好但能不能表現好是不一定 Luka有沒有對哪個小妹妹比較有興趣 通常我講的這個 通常我講的這個 有些很多人 就是會去關注 所以我不講 電影 電影講的 對 帶給大家能量 我很喜歡看你跳舞 超級開心 我不是覺得一直笑到臉好深 但我感覺跳錯也很有趣 老師曾經有跟我們說過 女生跳錯一次是可愛 但是跳錯很多次變成很可惡 看你跳舞超級開心 也不是因為這個理由 Luka一開始進去會跳舞嗎 我也不是裡面最會跳舞的 如果真的單純看舞蹈能力的話 足足就是最會跳舞的 二期裡面啦 不是我 是那個宮廷有這樣我也覺得可以 你就算跳錯很多次我也覺得可以 對 翁翁很會唱 可是沒有跳入我設下的 跳錯第三次直接出行 可愛又可惡 像是 就 就是站錯位置什麼就很可惡 但我超意外的老師超級性感 對啊 好難想一下老師跳了KB的舞 小慧不太理解不知道她實力如何 她 我覺得她舞蹈有進步很多了 她一開始也不是 就是對舞蹈沒有經驗 看到老師我只會想到玫瑰 嘿嘿 對 老師什麼舞都可以跳好厲害 好厲害 之前 被成員問過 如果妳可以選 超級會唱歌跟超級會跳舞 我會選哪一個這樣 這個問題 老師應該有在IG跳過舞好 老師好像是很有名的舞台 然後 我就選 好像蠻多人都選唱歌 對 我覺得唱歌比較暈 會唱歌跳舞可以選 唱歌的話其實也是要看 聲音 聲音好不好聽 你已經很會唱歌你選跳舞吧 跳舞可以練 對 但 長大了之後就 Ruka妳有看未來少女嗎 沒有 但唱歌很吃天分 對 之前跟 我跟 就是Judy周定偉聊天的時候 她有跟我說 她也覺得 她也認為 唱歌好不好聽 其實她是 要看 算是天分 對 就是她本身的聲帶啊 對 然後 30%才是 實力 對 跳舞也很吃天分 是沒錯 但不像 唱歌比較吃 唱歌聲音難聽就沒救了 也不是沒救 但是 就 怎麼想 怎麼講 就 唱歌 好 跳舞都是 好不好聽 好不好 好不好看也是 嗯 一半是客觀的東西 我聽過有人技巧很好 但是音色很差 歌曲好聽比較重要 跳舞是每練習一分鐘就會變強 一分鐘 唱歌要看天分 唱歌很難又練習補起來 應該說唱歌如果技巧好 會好聽 但是可能 不會讓別人 感動之類的 對 就怎麼講呢 會覺得好聽 會不會喜歡是 兩回事 有的人就是對不到拍看看那些摳聲 喔對不到拍子的問題 這個就是靠實力跟天分我覺得沒什麼關係 對就是好聽而已 對對 我還小時候 差點被合唱團退團 他也有組 他是誰 但我從小跳舞就從來沒有在 練律動 律動 對 律動感 我好想要的東西 其他人還在練律動 我就在 喔 雕動動作 所以你不用學律動就已經 練好 就本來就會 的意思嗎 我真的舞蹈白痴完全沒有辦法 你講的哪一人定文 是三人 嗯不知道欸 好謝謝什麼 玫瑰 不知道他不會同手同腳嗎 不會啊 我連 跳健康操 健康操都有障礙 嗯 不知道欸 但我覺得練一下應該就不會 怎樣 不會有障礙吧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欸 左右邊你會搞錯嗎 左軒右軒我會搞錯 左轉右轉會搞錯 可是左邊右邊我不會 啊左邊右邊我不會搞錯 但就後來沒有生招有點浪費 兩姐 碰槳來跳舞 碰槳來跳舞 碰槳 喵 喵 喵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魚罐很會起飛啊 碰槳聽不懂中文 碰槳 但是碰槳 但是碰槳會接我的話 你看碰槳 寂寞 你還沒制服今天的愛情 他今天走得很快 但我相信他等一下會過來 不理你了 快回來 嘿嘿 路卡沒人的時候 會喵喵叫跟Pon講話嗎? 會啊 媽啊 怎樣 最近我有看影片 說什麼 要如何學貓語 要講媽啊 媽啊跟Pon 這兩種 好乖會回 他都會回我 所以就跟你講 媽啊 媽啊 不行他現在在吻我的裙子 現在沒反應 這個不是什麼 髒話嗎?應該不是吧 那你要把它關在圈圈裡看看嗎? 很久以前是我 他完全不理我 我以前沒事都在跟我一樣的 無愧說話 壞掉是很愛說話的媽咪 對 很懂事的貓 人體音效卡 好適合 Pon講 Pon講 那個裙子我好久沒有洗 你不要再吻 哈哈 哈哈哈哈 換人家不講你這樣不行嗎? 哈哈 沒有他的裙子是 不是用眠做的所以不能常常洗 那不講 嗯 確定還要吻嗎? 原來是太久沒洗的關係 哈哈哈哈 Pon講好適合你這樣咪 媽啊 嗯 他想不 他說不一定知道很久沒有洗 Pon講我臉不久 那他會怕刮梳子的事 不會 他很喜歡被那個 被用梳子摔一摔 所以他不會怕 好 煮飯給什麼意思 Pon講感覺很聰明 Pon講頭好嗎? 頭好嗎? 頭好嗎? Pon講其實很笨 Pon講 Pon講 幹嘛 Pon講 他在暗示你感覺去洗 其實很笨 果然跟別人不一樣 他三更半夜會亂叫 會啊 他超會亂叫喔 尤其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他一定會 在那個廁所的 門前等我 然後一直叫 然後一打開 Pon講一定會坐在那邊 對 然後我通常洗完澡之後 直接去床上 然後我在床上的時候 Pon講一定會過來 床那邊 然後一定會對我撒嬌 對 他有結紮 他是不是看不到你害怕 應該是 對 不是很多貓咪好像 我們洗完澡之後 因為 我們身上已經沒有 貓咪的味道 所以他們就是 一定要來 跟我們就是 撇他的身體 就是 就是他想要把自己的味道 就是 貼給我們 你之前泡澡不是還把他帶進去 最近不會了 下一輩子我要當Pon講 你學這個聲音很可愛 為什麼我在外面進去前 你可以叫我這樣 我這樣叫你 好啦 啊Pon講走掉了 看看 看看等一下會不會過來 他要宣誓 這是他的靈地 超可愛 這是我的腳 這是我的身體 假如 這是我的身體 這是我的腳 我在這樣 坐在床上 他就坐在這裡 然後看我 超可愛 他怕你外面會有嗎 Pon講會怕水嗎 會啊 好久沒有讓他洗個澡 重新染散他的味道 對 超可愛 Pon講可愛 好可愛 好好喔Pon講 Pon講有什麼味道嗎 Pon講身上有什麼味道嗎 Pon講 嗯 我聽說有些莫咪身上有蜂蜜蛋糕味 我覺得Pon講是 嗯 他的肉球有一點點 嗯 那個味道呢 爆米花的味道 對 就是烤麵包的味道嗎 對 烤麵包的味道 再加上他的口臭的 他口水的味道 對 對 他的口臭是 有一點點餘味的 有玉米濃湯的味道嗎 那不是清雲的意象 味道 對 Pon講有口臭 真的很臭 包米花 就像個 包米花 你這種都記很清楚 對啊 新式附近有開貓咖 Ruka有空可以去摸貓貓 貓的口水都很臭 要看貓咖 我之前養的Coco講 他完全不會臭 Pon講真的很臭 真的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Pon講 Pon講的嘴巴真的很臭 Pon講的嘴巴真的很臭 Pon講要刷牙嗎 不會 Pon講你要注意一下形象管理 但我有時候會用棉花瓣挖一下他的那個 牙齒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齒勾嗎 偷偷講他會的話他不會 會不會生氣 他不給你刷 很臭 很臭真的很臭 然後那個 那個是什麼 那個瓷垢嗎 瓷垢 很臭 我每次歪一歪 就吻一下 好臭 Pon講這樣怎麼找女朋友 好可憐 Pon講一直都是單身 還要吻一下 但還是每次都會吻 不會不會 想吻的時候吻 如果可不可以帶吉吉給大家吻 真的很臭喔 口腔異味 Pon講單身才可以多陪你 不然他會 對 對呀 碰錢單身才可以 陪我 想吻的時候 還蠻打錯 對消 卡媽找你嗎 對對對對對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應該沒事 好可以可以可以 沒事沒事沒事 好 我可以換話題嗎 我這幾天 在 X上 看到 就是 這個是 我蠻喜歡的搞笑藝人 在綜藝節目上 講的 話題的 解圖 X是 推特 對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說什麼 就是 他跟女生 約會都不會覺得 很好玩 他約 女生都是想要下一步 才會 約他的 對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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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跟女生相處 都不會覺得 很好玩 我幹嘛約他 這樣 然後別的 好像是主持人 問他 是你要 是你要 讓他們 你要讓女生 就是 主持人跟 搞笑藝人說 是 那個搞笑藝人男生 要讓 這兩個 他們兩個 開心 這樣 要 就是好玩 就是 反正那個主持人就覺得 你不能把 就是他覺得不好笑的不是女生 是 有可能是這男生 這樣 然後就 才會講這種話 就是 是要 是要你要讓他們 你要讓女生開心吧 這樣 然後 那個男生 搞笑藝人就說 是我要讓他開心嗎 但是付錢的是我 欸 這樣 是我要讓他請客 然後我還要讓他開心嗎 是這樣嗎 這樣 他的心態不成 你們 覺得咧 因為我現在 我剛剛 我剛剛在找 那個照片 但我現在 找不到 因為我現在說明的沒有很好 那就去找什麼什麼 那是他自己要請客的 的確 好 那我想問你們 你們跟女生 去吃飯 你們會覺得 好玩嗎 或是好笑嗎 這就是我喜歡AA的原因 情況從複雜變得難以理解 自己要約的就要讓別人開心 啊對 就是那個 那個主持人就是說 自己要約的話就要 你應該要讓別人開心吧 就是你不好笑 所以才會 覺得不好玩 就是不好玩吧 然後 對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可是付錢請客的是我耶 是我要讓他們 我要讓女生開心嗎 不是女生應該要讓我開心嗎 之類的 下班了不用搞笑 那就是飛田約人做什麼 要看是誰吧 看有沒有要嘴 嗯 了解 看氣氛 大家都有啥啥曖昧就最好玩 他約別人的目的好怪 有好感的就沒差 在玩什麼好玩的 等一下 對 他約的目的就是想要 對 應該是想要那樣 所以他就覺得 我都付錢 我都吃 讓你請客 然後跟你相處 跟你兩個人一起吃飯 也不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想跟你做什麼什麼 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看這個圖就覺得 跟女生 男生跟女生 吃飯 真的 真的是一件很不 很不好玩的事情嗎 這樣 他沒有對那個女生有好感 只是想要 喔對對對對對 沒錯 那他直接去找有價格就好 他不想花標的錢 但想要人家跟他那個 動機不存 難怪會這樣 他可能對女生沒有好感 才會這樣 了解 付錢是請他吃飯而已 對 跟喜歡的人一起的話 怎麼樣都會開心 因為他約約的對象 不是要追的 那就直接去泡泡一樁 的確 對 對 但我也不知道那個男生是想 嗯 我不知道那個男生是想要 想要這樣還是 想要做那個行為 還是想跟這個女生做這個行為 下來了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那個圖 就先不要找 吃飯只是他的手段 為搭乘後面目的手段 對對對對對 對對 嗯 好難喔 對他只想要用力圖的呀 對啊 嗯 但就是 因為我記得那個圖 對 有時候只是節目效果 沒錯 真的是沒錯 但是 我看這個圖的時候 對一開始就覺得 一開始覺得事情就是 所以 男生跟女生吃飯 真的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嗎 這樣 對 如果不是喜歡的女生的話 對 你們會覺得無聊嗎 喜歡的人的話 不管吃飯走路發的都很開心 只是想達成最後目標 前面是找他看的順眼 搞笑藝人其實剛剛那個只是斷子 但現在時中真的有一堆人 要看女生夠不夠積極聊天 所以是要看女生 不是要看 不是要靠自己嗎 要看是不是朋友 這種人很多耶 我們大學有男生就是這樣 而且 那 女生 要怎麼 判斷 他是想追我還是想跟我玩 還是單純真的想吃飯 還是全世界真的沒 是不是沒有 真的單純想跟我吃飯的人 如果 好這樣好了 如果你沒有追那個女生 好了 你們會 約一個女生吃飯嗎 有單純想吃飯的 是嗎 真的喔 對沒有 就自己不要暈船就好 再觀察看看 我目前遇到都算單純 能一起吃飯聊天也很開心 能一起吃飯聊天也很開心 要看相不相信唇有印 會要就聊聊近況了 所有的都是騙你 好 如果有共同想吃都幸會 就真的是一起出去 逛街吃飯晚上就要回家 沒有單純因為吃飯 但還有第三種 想吃飯但走不到了 只好找你 好姐妹那種 如果有共同興趣的話 不然會很乾 如果剛好要給東西 或是有事情 可以 但也有可能出社會 會不一樣 有可能欸 對 我想吃的不是飯 是女生 不是一個人吃飯的時候 通常是有好感才會約 我經常約異性朋友吃飯 而且都是我請客 那你是想要追他 還是就是真的是存有意的 還是有點曖昧 想認識一下OK的 我就很常下班跟學姐吃飯 他已經結婚了 因為學生時期 男生單獨吃滿 除了滿有時候 不一定是曖昧 對 沒錯 確實 存有意喔 嗯 還是錢太多 一萬男生會約女生吃飯 是單純只是想吃飯 對對對對對 我想問這個 女生比 學生比較多 不然我們實際實驗一下 Ruka你哪天有空 出來吃飯還出鏡 但我覺得其實是想哪個約會很明顯 猴子間的有意 好 市長市長 要怎麼分辨嗎 看他吃飯想約你去哪裡 不過通常都是AA字就是了 不太相信有存有意 有些人在講話中就知道他很幸福 一定不會單純我說我 其實我也覺得 我的話是真的想吃飯 看人吧沒什麼標準答案 單純吃個逛街不好嗎 因為我自己覺得 男生 男生跟男生吃飯 如果真的是想要聊天的話 我覺得男生找女男生 男生找男生一定會比較開心嘛 對阿 如果真的純吃飯的話 我會想說那為什麼要找女生的朋友呢 這樣 是想追他嗎 還是 還是 你的朋友只有女生 還是 對我會這樣想 我的話是真的肚子餓了 但是琴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對方經濟情況還有 遙約的理解 我是真的想吃飯但也想跟他更熟一點 是想吃飯還是炒熱 想炒飯 但我遇過一起吃飯就說我們已經交完了 那如果是純 Kiss 但吃甜點我找不到男生 男生找男生現在可能會 欸 我有很多女生的飯也會 我們會聊八卦的那種 想追她的閨蜜 去甜點店找女生一起去才不會尷尬 有些故事只有幾個人知道 只有她找他們聊 要看去吃的類型吧 例如去買甜點的 我找兄弟做什麼 如果不喜歡Luca又跟你吃飯 那肯定是要給你菜 嗯 吃甜點 所以你們想 如果想吃甜點 你第一個想到就是約女生 是這樣嗎 我找Luca吃飯一定是因為習慣他 純吃飯一定有 好 真兄弟就要陪你吃甜點 我一個男生自己去甜點 會很奇怪嗎 不會啊 因為如果 如果是我我也會一個人去 我會單獨去 嗯 就是 真的想吃 有真的想吃的東西的話 我會就是問別人會很麻煩 想說 真的想去就是一個人去 然後真的 希望有人陪我 可能就是找女生那種很好的朋友 不一定要找男生這樣 還是你們不分男女 這樣 因為我問 我約男生出去 我怕對方會覺得 欸 劉佳怎麼突然約我 他是不是對我有意思的那種 但我上次約雷君去吃甜點 因為跟女生去吃甜點才不會被電雷 我找到一家超好吃的泡芙要不要一起去 我可以請你純吃飯 但有些店拒絕單人可 喔 了解 兩個看起來比較賺的那種一集 就怪怪的 怕被誤會 對啊 男生也不會這樣想嘛 男生 約女生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可是我現在約他 對方會不會覺得我在追你 這樣 你可以約我 我不會有這種想法 一定會這樣想 對啊 對 約我約我 我很有空 是你約我 我會覺得是 直男的三大錯覺 沒錯 實際上男性比女性難約 他一定喜歡我 男生很容易 以下開飯報名約 千余吃甜點 不會我會約出去的 基本都知道我喜歡誰 喔 他們都知道 喔 九代約我 喔 可是 他在 九代在追我嗎 欸不對啊 他喜歡蘆莉 喔 那就沒有 沒有問題了 是 是這樣嗎 這樣的想法 男生很容易暈腫 對呀 清雲要請客我就去 清雲就是我的甜點 哎呦 我怕跟男生吃也會暈腫 清雲請客我就參加 很多人報名也很棒 我想去吃吃看 路卡吃過的 瞧我 這裡要單身一堆情侶了 好像雙方都覺得有可能才會約會 雖然有的是渣男 對啊 約會喔 我也不知道約會 什麼樣 什麼樣就算約會 嗯 什麼樣是 什麼樣是 什麼樣是純友誼 什麼樣是約會 嗯 只能 自己想 只能自己這樣覺得嗎 會覺得 約吃飯都有目的的 可能是因為 周遭比較少異性朋友的關係 這裡早就不只單身一堆情侶 有曖昧才叫約會 了解 好像好像是欸 對 好像可以這樣說 那走到捷運主宅有什麼甜點點約一下 單獨出去算約會 看自己有些人覺得單獨出去精采 看是廣義還是 嗯 好難講 下某個人不是有一群素食少女 哦 可是這樣是一對一嗎 我不知道 約會不會只有吃飯 一定還有其他行程 哦對齁 我跟素食少女喝過咖啡我贏了 其中一方被對方吸引或有七度而願 嗯 約會好難講 所以也有可能自己覺得這不是約會 但是對方覺得這是約會 這樣對不對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一堆多也算 也是算太厲害 那我七月帶個失戀朋友去看公演 這樣也算曖昧嗎 你喜歡他就是曖昧吧 我不是曖昧 我跟露凱在握手會一對一 不是約會 約會不就是兩個一起出去就算嗎 嗯應該是 好難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約會 我跟女生約會都成功一半了 我到了他沒有 嗯 嗯 嗯 男生約男生也算是約會 欸 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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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要怎麼表現比較好 穿...穿...長褲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兩個人以上就不算 一切都是看感覺 不要去嗎 吃飯的時候冷淡一點 冷淡 那就在過程中就會避免 哦集體接觸 保守一點拉好距離 好 就話題跟記憶體保持距離 就話題中透露自己已經有喜歡的人 就是或是有對象 女方表現 好 然後我會跟他講我喜歡誰 就算沒有喜歡別人 也是就直接說我喜歡誰 跟男生說我最近有喜歡的人 想幫他挑禮物 所以想找你幫我 你可以跟他說 你是不是對我有朋友以外的說法 他說是的話 就跟他說聲抱歉 不要聊太深入自己事情的話題 對方有過度親密舉動 就明確拒絕 不要摸摸成熟 通常人蛋就沒有下次 對方才不會暈 對方才不會暈 我想一下 可是拒絕是要怎麼拒絕 那假如 假如這樣好了 我跟男生要去逛夜市好了 然後夜市不是人很多嗎 然後假如我對那男生沒興趣 可是那男生對我就不知道 呃 然後 就是夜市不是人很多嗎 然後那個男生突然抓你的手 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想說 想說 一開始會覺得 蛤 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對不對 是要這樣嗎 你在 你到底在牽手手 那個男的 我去處理他 甩開大叫甩開啊 跟他說不好意思 然後把手拿開 就翻開 然後說我不喜歡這樣不好意思 還以為有蟑螂 甩開就好甩掉 禮貌的拒絕就好 那你應該不會接受夜市的邀約吧 畢竟是完善的邀約 哦 你說現在嗎 現在當然不會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不會 假如假如 跟他說我剛剛唱廁所沒有洗手 你要確定 這個很好耶 這個很有幽默 好像比 你在幹嘛 比這個好 因為通常直接甩開之後 那男生的態度一定會變成就是 就會變成臉很醜的那種 對 然後女生可能會覺得 好像趕快回家了 可能會有那個氣氛 甩開的話 當下會很尷尬 對呀 你們剛剛就甩開 可是 這樣 下一步可能會很尷尬 可能那個男生 也有可能那個男生沒有想太多 我不知道耶 你說你有手還不喜歡牽手 你說你上廁所沒洗手 他會當作你在跟他擋親嗎 我也覺得沒上 嗯 好像跟 好像說沒有 我沒上車 我剛上廁所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你確定要這樣嗎 好像好像可以 好像不錯 就不會尷尬 也不會 讓對方那麼難過 我也覺得說不好意思 你不講他一定會誤會 我都忘記跟抓我的男生說 哈哈哈哈 女人最好不要上男人車 很不安全 可以被帶去任何沒人的地方 摔開然後跳braking 這樣比較不會尷尬 就說突然想跳舞 哈哈哈哈 沒有 那如果是夜市呢 夜市人很多嘛 然後就是一定要 然後可能摔開手就會 對方會不見了那種 禮貌拒絕就好了 可是如果男生跟男生逛夜市 人都會牽手嗎 會嗎 你們 還是你們會抓這裡 就說 啊不要不要亂走啦 然後就這樣 就說你不喜歡這樣就好了 男生大概會知道意思吧 也對 沒有其他方式 還是直接拒絕有效 最後的方式還是說不好意思 然後拿開手就好 如果是過馬路才牽你的手呢 你知道嗎 你可以跟他說這樣我會不舒服 不會會直接放身再約幾合 我跟男生朋友會抓寶寶 哦好像可以 不會再丟 再打電話會合理 我身高很高 我都知道我朋友在哪裡 不會要說得很清楚 抓身體跟衣服都太曖昧 男生都互相露腰的 可以抓頭髮 頭髮不行 頭髮絕對不 女生會生氣 男生 還是你說男生嗎 男生抓男生的時候嗎 男生朋友牽我手會被舞打 男生朋友牽我腰 正常 女生朋友直接勾手 誰撞我腰我打誰 我是說女生抓男生的 可是你們頭髮那麼的 可以抓東西嗎 而且是清雲 如果是清雲的話怎麼辦 真的怕走掉 我會叫女生穿我的背包或衣服 可以抓肩帶 我不會缺在別人的手 呵呵呵 抓清雲頭髮 欸沒有 窮人不可以抓帽子 她呵呵 你抓得到我身孕裡 呵呵呵 躺著也中間 清雲就是太常去逛夜市了 才會點點點 喔清雲可以抓帽子 好像也好像也可以 對齁 但我覺得我喜歡對方 對方的話 抓任何地方我都會很開心 對 是要 如果是喜歡的人的話 沒錯 原來清雲的頭髮是因為 灌太多夜市 了解 跟太多 太多女生的朋友了 對 然後又一直 抓抓抓抓 男生牽女生手幾乎都是有心機啟渡 偶像劇動漫電影都是亂演騙人的 了解 我會學到的 清雲可能就是被抓到兔頭 Ruka那屁不可以 但如果是Ruka的話可以喔 呵呵呵 笑死 嚇死 噴噴噴噴噴 所以之後 之後如果我有一道男生要牽我的手的話 我就直接 我沒有洗手 我沒有洗手 我昨天沒有洗澡 呵呵呵 有請我的女性有人 被我喊 男生都是坐完心裡鑑設才敢身手牽 這沒有人 那如果你怕走散會抓男生哪裡呢 男生啊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搞不好也會抓 那個耶 衣服 的這裡 如果他 因為男生很少人會帶那種很大的包包吧 會嗎 對方一伸手 Lukas會已經在輕騷擾 但感覺不管這樣哪裡會被拍到都好難解釋 我不會 我先說我現在不會 但是想說未來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就是真的有跟一個男生的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對方突然牽我的手 我要怎麼處理這樣 我要怎麼說對方才不會覺得 那個氣氛不會那麼尷尬 對 抓衣腳也可以 抓衣腳感覺就不太好了 還是乾脆什麼都不要 不要抓 然後就 然後就 就 就 看不到就看不到 跟他說你手有韓炮子不可以牽手 所以 雖然韓炮子不會 不會傳給別人 抓衣腳感覺很曖昧 好 那我要想辦法 有沒有別的方式呢 怎樣都很尷尬 他先牽手就尷尬了 對齁 繩索 呵呵 你就說你手上都是吃的 抓衣腳感覺會讓男生誤會 如果男生對你有意思的話 好 好 好 了解 那如果之後有純油液的 吃 要約吃飯的話 我可能手上 右手跟左手 可能都要拿東西 對 呵呵 折疊閃 喔 應該說會暈的 你知道哪裡都會暈 可惡 呵呵 看來這樣的只能抓頭髮了 頭髮 呵呵 妳要自備愛的小時候嗎 結果他直接揉妳的腰 這樣 這樣 這樣我就說 我沒有 我沒有洗澡 呵呵 我三天沒有洗澡 呵呵 會暈的真的不管哪裡都一樣 好 好 這個會被中 我還說實話了 呵呵 這不是實話 不會暈的你抓他手都沒 沒差 以後我跟你出門都帶領帶 你就可以抓我的領帶 呵呵 呵呵 這感覺像福利 三天沒洗澡聽起來是真的 呵呵 沒有 我有洗澡好嗎 好 我們下次再聊這個吧 呵呵 露卡到時候可以開始報問我們 我們可以再幫露卡軍師評估戰情 還是我帶手 欸 欸 是真的嗎 欸 聊這個好好玩 呵呵 好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講不是那個時候 夜市牽手那個 那是我高中的時候真的發生的事情 但我對那個男生真的沒興趣 所以我真的嚇到 謝謝深遠的啾啾你 然後就是 一開始想說 他是不是沒想那麼多 但是 差不多 30秒會覺得 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就 走到沒有人的時候 我就直接放開 對 但是 嗯 嗯 但是我現在想 如果 如果 我那時候 我要怎麼做比較好 對 高中生都會有這種爛 了解 所以大人就不會 OK 大人就不會 好 好 路可不能給男生再喲 嗯 為什麼 他就是想牽你 我現在想 我現在想 我也這麼覺得 哇 真的很爛欸 真的好 我現在想到 就真的有點生氣 呵呵 大人怕me too 都跟你說了放手 不要再聽 你的藉口 這照以前有用過 了解 了解 這原來就是 小朋友的做法就對了 然後中生比較衝動 對 唉 在 是台灣人嘛 對啊 呵呵 後來 後來 跟他就 沒什麼聯絡 因為 我怕 我下次 我下次 真的純有意的吃飯 也會發生 類似的事情 對 跟沙正妮那個很關心 你講的一樣 啊 對 你還記得 呵呵呵 所以雖然那時候比較 比較 比較很可怕 對 我就 我剛剛中沒有用過這招 單身如果 你單身可能還會用這招 不行喔 大人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你們有沒有聽到 不能 亂牽手 嗯 可是我不知道欸 我在 那個 嗯 什麼 日本的連續劇 常常就看到 就是兩個人走得很近啊 然後男生那時候 一邊就是這樣碰到 然後最後就變成這樣 牽手了什麼的 不知道欸 可能要等 嗯 不知道欸 但我跟大家講這招 真的超爛 就沒下次 那你應該直接拒絕 沒有我怕我當 我當時 直接拒絕的話 等一下 吃飯的時間 就很尷尬 對 對啊 而且搞不好 我未來會 對他有意思 也不知道 所以 就是 也不知道 怎麼辦 那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辦 對 對啊 那是直視電視劇 而且是雙方曖昧的期間 女生 聽說女生可以看得出來 自己 然後對方好像也喜歡我 我好像也喜歡 那種曖昧的關係 可是男生的話 不一定能可以 知道那個感覺的樣子 不知不覺兩小時多了 喔 對對對 好快 那是跟在一起只差一步而已 才可以牽手 了解 好像也對齁 對 我那個人是 我 前陣子都沒有特別聊天 嗯 不是聊天 有聊天 但是 算是第一次出去吃飯 這樣 這樣 然後我以為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朋友太少嗎 所以 不管是什麼 什麼 情況 只要有人 只要有個台灣 台灣人 約我 吃飯啊 我就很開心 這樣 對 對 對 啊 好傻喔 那時候的我 女生是不是可以預知到男生要告白 好像 欸我不知道欸 沒有發現不了 為什麼會聊到牽手的話題呢 一開始是聊男生約女生吃飯是不是有企圖心或是還是真的會有存油益什麼的 好傻 完全不熟的話牽手就是白目行為 對 對 我現在想到就有點 不太開心 約你一次放聊到約會 對 但我 我 那時候的約會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那不是約會 會嗎 難道路可握手會前有預知到我要告白了嗎 告白前男生都會怎麼講 我好想知道 我有話要跟你說這樣 你那時候只是很想交朋友 對 沒錯 還是要看人友的網友第一次約就是要看開放也好 但如果女生追男生用這招可以 你說牽手嗎 我有話要跟你說你不要嚇到我 啊 好可怕 對 對感覺真的會這樣講 你不要嚇到我怎麼了 我有看來爺爺很有 就是 有經驗過 我突然想到了 我突然想到對 好像真的會這樣講 尬白對發壓力也會很膽 也是爛招 我完善有事 了解了解了解了 對對對 其實我喜歡你的朋友 阿勒 阿勒 日本都先約到學校頂樓吧 頂樓 日本很多學校頂樓都沒有開放 對 我目前 我讀日橋的時候 他們都 比較常約的是 常約在走廊 比較 比較不太會人 經過的走廊 或是 體育館的後面 好像比較多 我覺得最好的事情 應該是 大家都心照不宣在一起 告白前會說 一定的事有 搶大廚我也是這樣講故鄉 不大意就推下去 告白我不懂 我都是被告白的那個 怎麼那麼好 在頂樓被拒絕都不會 腦囂嗎 可是我說也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在頂樓 因為人比較少 不是體育館後方 對我們日橋學校 好像體育館後 體育館後方比較多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我2月14號情人節 在日本是女生給男生巧克力的日子 然後那個女生 一直都在追有一個男生 可是那個男生一直都覺得很煩 他很煩 然後就是情人節的時候 那女生把那個男生叫出來 然後就給巧克力 然後 那男生把巧克力直接 丟在體育館 體育館上面 所以我想說 搞不好現在日橋的體育館 還是會有我朋友做的那個巧克力 還有給一萬年老招 LUKA請你眼睛先閉上 好可怕 以及曖昧到最後一步再確認關係是最好的 走籃真的很尷尬 所以我就排了偶像場練習告白 我那是根本沒告白 但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歡他 好你好像曾經有說 好像是那個履歷嗎 FB的履歷 被其他人看到是不是 再鼎容告白失敗 可以直接跳下去 不行 再到海灘告白 拒絕就補送再回家 好壞 這樣是不是 對啊很壞 雖然很壞 但是那女生其實也有 有一點點問題就對了 我要去煎巧克力 上面全都是巧克力 好奇那都在大街上帶過末求婚 被告白到底要怎麼拒絕 我也這麼覺得 對啊 這樣拒絕就很尷尬吧 對 我朋友有遇到直接親的 喔 他哭了兩個禮拜 蛤 什麼意思 喔 你說告白的時候嗎 眼鏡閉上那個千萬不能閉 喔喔喔喔喔喔 了解了解了解 眼鏡閉上來 然後 然後就那個男生 就直接親女生這樣嗎 好可怕喔 好噁心喔 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你竟然記得FB的事情 眼鏡閉上怎麼感覺像女貫的魔術 我以後才知道告白是走一個意識 是他也對你有意識才去告白 通常被黏到受不了才會這樣 大街求婚那個要很確定 對方會嫁給你才可以 他被男生告白男生親的 了解 如果我對 如果我曾經真的被這樣過 我可能也會有心 那個 心癮 那個叫什麼 我也一定會不舒服 握手會 Ruka你可以先閉上眼睛嗎 好啊 然後閉上眼睛 但是我們有透明隔板 保護我 而且那還是出文 也太可憐了吧 哇 那男生是 渣男是不是 還是 是怎樣 這種沒被打巴閃 都算清 對方對你沒有意識的話 可能會被迷途 對 男生叫男生眼睛閉 不是啦 心靈陰影 對對對 對而且還是出文 對啊好可憐喔 那叫女生眼睛閉上 那要變魔術可以嗎 閉上眼睛被推走 難怪要 難怪要有隔板 我也覺得等你展開 眼睛的粉絲就被推走 拒絕剛剛只是意思 總比對 讓對方長久誤會好 沒有他只是很討厭 而且他還覺得 那女生的反應過度 啊 有解 我覺得 對男生不行 原來隔板是在用 展開眼 眼睛就換下一位粉絲 很多人都學電視劇 但學錯地方 對啊 我不知道 現在我這個年紀的人生 應該不會有這麼白 木的人吧 希望沒有 不知道 不好說 好 被偶像就交換了 不好說 還是有很多 OK OK 我會好好小心 你要小心一點 對 閉上眼睛不能閉 不能 如果被邀請 要被要求 牽手就說我 我剛洗手沒有洗手 然後 裸腰就說 我三天沒有洗澡 可以可以 好好保護自己 對 那如果我們下次見面 你眼睛閉一下 就知道了 啊對我突然想到 對我不是突然想到 等一下 隨時戴口 喔對 現在有口罩 好像不錯 再幾句 沙莎莉補太空 不希望有的人聽到 沒洗澡會更興奮 這樣好像在開玩笑的感覺 如果男生說 我就是喜歡你沒有洗澡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剛說錯 我其實有洗澡 直接去嘴巴講那麼多理 我感覺沒比較好 對方不在意怎麼辦呢 那對 男生怎麼樣講 比較會在意 就是 不能 只要對方想要身體 接觸 女生要怎麼講 比較不會 有殺傷力 但是也 可以好好的說 我對你沒有興趣這樣 但其實拒絕要小心 現在很多 得不到就 對啊很可怕 對對對 所以我在想說 比較沒有殺傷力的講法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女生 保護自己的方法 對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如果那時候 我直接甩 那個 那個 甩開那個手 然後說你到底在幹嘛 我不喜歡這樣 我相信對方可能會不爽 然後可能跟到處說 欸 空田有家 他的態度超級不好 什麼的 也是有可能 對啊 你就說你的腰會癢 不會碰 你的腰會癢 不會碰 嗯 我喜歡的是女生 喔 好像可以 你甩開男生會見笑轉生氣 對啊 對嘛 對嘛 跟他說其實我有病 不知道怎麼樣可能保護對方 面子也保護自己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其實只要女人有意思 男人用爛招都能變好招 一輪男人 是周東 只要出手就閉舍 想說怎麼開始裸腰話題的 呵呵呵 男生會不會覺得 欸這個女生是不是因為 怕自己 是不是因為害羞才會講這種話之類的 男生會不會這樣想 呵呵 就說你有潔癖比較不喜歡 喔 還是我直接直接轉轉 然後有人這樣我就直接 吼 呵呵 呵呵 我就直接跳breaking 然後我說 我剛剛 我現在突然想跳舞 呵呵 呵呵呵 你聽說你怕羊叫他把手拿開 直接跟他說不要碰我 也不是沒可能喔 暈的人什麼都能玩好的去解釋 對真的 還好吧 禮貌點拒絕就好 不是每個人都 就是好好拒絕就說 喔好喔 等那種 對 這樣也可以 他會認為你是怪人 喔我自己裝怪人 就好像可以喔 對 呵呵 只要如果要開始練舞了 呵呵 呵呵 好像可以 喔 雖然話題突然轉變 但是聽說 男生一直被 在自己不喜歡的女生追的時候 說 欸其實我有三百萬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賺金 還沒還的錢之類的 聽說女生會離開 呵呵 呵呵呵 副仔 對對對對對 切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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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啦 呵呵 呵呵 沒關係 你要抓你一手 你就往後退 說你為什麼要退我 呵呵 呵呵 測試女生是不是在愛的時候 呵呵 很真實 對啊 就是有錢仔搞不好 就是他可能在玩那個 那個 柏青歌的人啊 或是 會想很多 對 結果女生說才三百萬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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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男生就可以說 嗯好 對不起其實是 一千萬之類的 呵呵 呵呵 講完就被包養了怎麼辦呢 其實這樣 不是很好嗎 呵呵 呵呵 你們不想被包養 你們不想被包養嗎 呵呵 等一下 那就要了 你竟然可以養我 女生有時候暈的話 不在意 對方有沒有欠錢 欠錢 對 所以不能 這個話的話 不能太晚講 就是 真的對女生沒興趣 就直接 趕快講 呵呵 有過女生跟我說 不介意 女生才三百萬 我勸的不只三百萬 但不就是要拒絕她嗎 對 反正就是 那就講高更貴一點的價格 對 呵呵 好了 嘿咻 不是要說 幫我 還錢我就跟你在一起 呵呵 如果有一個 長得還可以的 40歲以上的阿姨 差有錢 男生會願意被包養嗎 喔 之前我有問過 他們說願意 呵呵 他們都說 如果長得好看 就真的願意 這樣 呵呵 而且我沒有40歲 大家 快兩個半小時了 這樣我下次直播開一個半小時就好 這個世界很真實的 我念吧 今天的第10名是誰呢 今天第10名是歐比王 謝謝歐比王 謝謝歐比王 第9名是柯江 謝謝柯江 第8名是呂冠 謝謝呂冠 第7名是伯承 謝謝伯承 謝謝伯承 第6名是陸克 謝謝陸克 第5名是聖元 謝謝聖元 謝謝聖元 第4名是翔玉 謝謝翔玉 第3名是雷克 謝謝雷克 然後第2名是M先生 謝謝M先生 然後今天的第1名是強哥 謝謝 謝謝強哥 謝謝 大家 還有6分鐘欸 再6分鐘就2點5小時了 我們剛剛聊到哪裡了 那我也很想問 男生 就算對他原本很暈 但是你一聽到這個事情 有沒有一句就聽到這個事情就覺得 嗯 不要再追他了的那樣 對 像我剛剛不是 女生的話可能就是 她有欠很多很多的欠載 可是 如果女生有欠載你們也會 就是 嗯 好那 那就不要 會這樣嗎 哈哈哈哈 好像蠻多的也不是只有一句 男生也會想吧 欠錢要看欠多少 我很理智一定氣罪 他說我有叉叉 有理性的也不是沾了會先放棄 我抽菸還叉叉 等一下 抽菸 可是對抽菸的男生來說 抽菸好像還好 喔我其實有孩子 是不是 等一下叉叉是什麼 Ruka的話我幫你還 所以不能說錢 所以 要說什麼 等一下 女生要抽菸我不行 可是有些男生不是抽菸嗎 小孩嗎 我交過30個男朋友 這個男生會覺得怎麼樣 交過30個男朋友的女生 我有一任就有抽菸了 現在抽菸的女生真的很多 不影響 感情是太豐富 剛剛的那個叉叉是什麼 是 那個嗎 病 病嗎 女生抽菸我沒差 對啊 就是有一句讓 對方 就是好 假如有一個男生 真的很愛他 然後 但他不是粉絲的那種 然後我想一句說 我其實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對方就直接離開 那種魔法的單 單句 女人吸菸不行 女人抽菸我沒差 對啊 喝酒也不行 身上有錢男友的刺青 喔 好像可以說 我其實身上有錢男友的刺青喔 你很想講講看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想知道 如果真的有人 有一個男生一直追我 我真的很想讓他 不要再追我了 可是他一直都不行 就是 不行的那種 呵呵 我重來喝酒 查查還欠債 喝酒也不行 好嚴格 跟對方說我有某種病 結果對方說我也有 好可怕 用我的刺青蓋上去 呵呵 沒有兇他現在 沒有現在不要兇好了 因為我怕 也有可能對方就被兇 就覺得 他把我的壞話 就是到處講啊什麼的 就對啊 你就遇到他的時候搞笑就對了 我都不洗澡 我一個禮拜才一次洗澡喔 這樣嗎 我 我不是帶 呵呵 就喝太多味 寶寶來一次 寶寶好像會酒精種的 喔對啊 他喜歡拿走你就往回方向 Luca的話好像沒關係 哇我也是有蠻好的 其實我很喜歡的是女生 喔 好像目前真的 只能這樣說 男生喜歡愛搞笑女生人比較好 喔所以就是 還是就 對他 在他面前 直接變成搞笑擔當 其實我是踢 我是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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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組的劈 好啦 其實我是劈他透 不是劈喀布 搞笑燈燈喔 妳就搞笑一直講幹話就對了 了解 講幹話我 就這我 妳不知道我會不會很會講 讓他換 對希望讓他外面 但是就是不要 不要就是凶他或是傷害他這樣 然後他去亂傳 然後他去亂傳妳是從線 妳就說妳是在說主編 好像可以喔 我是不是我說 我是不是我說踢他透啊 怎樣 妳自己想 想透 阿妳一直 罵髒話 喔 Pic Tac Poo 好難聽喔 感覺妳會很尷尬 只加超讚就好 我就閃 蠻嘴髒話大家應該不會喜歡吧 直接拒絕這一塊 這些藉口在辯論上都有破解話 直接拒絕嗎 可是男生也很少人會說 每天都會跟我告白那種 都是就是很曖昧的那種 講法 對 所以就是 如果拒絕對方說 好像我又沒有告白妳 妳到底在想 有些人會覺得說 妳到底在講什麼 之類的 可以不要剪指甲 然後裡面是黑黑的 好愛妳太開的煩惱 如果聽到講髒話 會皺眉頭就會 打退堂鼓 罵髒話這個我遇過 我還改了一陣子 完全戒掉髒話 每天告白某方面來說 是不是蠻爛慢 妳拒絕結果對方根本沒意思 超尷尬 對啊對啊真的 雖然 可能九成應該是對我有感覺 但是 也是有可能沒有 沒有意思啊 對啊 而且對方也沒有特別 特別的說 我喜歡妳我想跟你交往什麼的 然後就拒絕 我覺得很怪 對啊搞不好你們 你們一直 你們 你們約女生 真的是純有意的約 然後對方說不好意思 我對妳沒有意思什麼的 你們會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嗎 那就覺得 我是真的單純想約妳吃飯而已 你幹嘛 自己想太多什麼的 對啊 所以就真的不要拒絕 我以前就被女生拒絕過 我一整個 嗯 我如果改了我有機會嗎 他說有 會被說自作作情 對沒錯 可是剛剛冷靜思考了一下 我能接受路卡的缺點到什麼地步 我好像都可以 我有個女性朋友 她就是每天問男生要不要在一起 最後兩人就在一起 我會覺得她很自戀 對嘛 對嘛 所以就是女生盡量不想 不是盡量 所以我們的現在 現在在講的是 要講什麼事情 就不會傷害到她 也不會用拒絕這個單字 可以讓她 不要再來追我這樣 所以可以透露你 如果你有喜歡的男生的話 男生喜歡什麼之類的話題 如果男生問我 你是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然後要講的都是 跟他完全不一樣的類型的什麼 之類的嗎 我會覺得這女生想太多了 對呀 直接講也很奇怪呀 就是對方又沒有說什麼 你就完全講相反就對了 哈哈哈哈 不過對他男生沒興趣的話 不要單獨跟他出去就好 好 對男生沒興趣 所以唇猶豫的出去吃飯 也盡量不要是嗎 不知道耶 男生通常會誤會別人喜歡自己 女生以為別人沒有喜歡自己 有從事過 嗯 直接講真的會尬吧 對啊 我 我突然想我前陣子真的 喔不是 我前陣子在書看到過 怎麼樣讓男生 呃就是 有一次那個女生 等一下 呃等一下 有一次 女主角的女生朋友 她帶男 她的男朋友 然後發現 這個男朋友一直誇獎 這個女主角 然後這個女生越來 她的朋友 女主角的那個朋友 越來越不開心 這時候 這個女主角 要講什麼 讓男 就是 這個男生 她的男朋友 不會對自己 有感覺這樣 然後 這個女主角就說 喔我前幾天得了性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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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主角就 真的 然後那個男朋友 就是對她說 喔真的喔 然後就是 那個 霍滅她的那個 呃對 好感就對了 這個太傷自己了吧 笑死到底在幹嘛 不然因為講 講了什麼都會 不知道耶 在這個被傳出去很難聽 對 但是其他 那 那如果有其他 呃那你們可以想 其他的那個嗎 有沒有更好的 對呀 等等大家都知道你有病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不會 對 說自己喜歡女生 小心你 你女朋友被我 嗆走 喔 嗆走 了解了解 對 可是這樣講還好奇怪喔 對啊 不是拒絕 是 不是那男生 我要怎麼拒絕 就是對方沒有特別說 約我吃飯 我要怎麼拒絕 就是 不是不是那女主角 那男生就很明確說 呃 你的 你的朋友好可愛喔 什麼 就是你女朋友的那個女主角 好可愛喔 什麼的 就一直稱讚他 然後一直 然後那個女生 越來越不開心這樣 這時候要怎麼拒絕 不是要拒絕吧 是要讓 這男生 不要對他有興趣 就對了 說實話 我暗戀你女友很久了 嗯 女生直接回 但我喜歡很女生 你可以敷衍他 很少回訊息 感覺不錯 沒有我剛剛講的是 當面三個人一起見面的時候 不是 我不知道 那就是那個漫畫裡面是 男生可能想讓 他女朋友吃醋 所以才一直 誇獎 那個女生 然後 那男生也覺得他很可愛這樣 然後就一直稱讚 然後 這個女朋友就越來越不開心 這樣這樣 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怎麼一句話 讓女生朋友形象完全破功嗎 女主角自己的形象 怎麼破功 對對對這樣 然後那個漫畫裡面 說正確答案 就是說自己 前幾天得了性病 這樣 雖然真的很難聽 但是 所以我想知道 如果比這個有更好的答案 你們覺得是什麼 對 挖鼻孔 喔 這個男生可能會亂說話 對呀 其實這樣也會傷害到自己 所以 對 就不要跟那個 在情侶山一起就好 你可以說 但我覺得你女友 才更可愛 很多人暗戀他 把主題用回去那個女生身上 讓他關注自己女朋友 你不要 因為他完全沒有 懂我的 我的意思 有點 不知道怎麼講 算了算了 先這樣 然後 路卡冷靜了 對不起 好 今天就這樣 好 我還以為我講 我說明的不太好 不好意思 好 那就今天這樣 拜拜大家 沒事沒事 沒關係 不用道歉 有人搶的東西會更喜歡 拜拜 晚安 錯誤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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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